来看一下我们屋子的白天视角 从这出去 哇 有点下雨了 在这个湖边 星天鹅堡就在那里 但是现在好像笼罩在云雾里了 看不见了 OK 这是我的卧室 我们从卧室出去 整个桑拿 对面是桑拿 哇 有点下雨了 换上了全套的装备 后面是我的卧室 这里是桑拿 啊 下去整个桑拿 就是这么近 哎 桑拿的门怎么关上了 但是我知道条小路 我看能不能过去 怎么回事 桑拿关上了 今天下雨终于醒过来了 你看人物中的山外 哇 看那个 左边的那个山跟那个路 看这个地图 所以在这条公路 我们左手边是 瑞士 右手边是德国 可是这边是瑞士的风景 要了一个有香肠的 croissant跟一个传统的香肠 德国这个香肠跟磨牙棒一样 特别特别的硬 而且有点咸 还在德国瑞士面镜的 我不想看 我们现在跨过了国境线 到了瑞士 然后这边跟德国很像 然后 但这边没有那种不限速的公路了 而且德国都没有信号嘛 一到瑞士就有3G了 又开始下雨了 看瑞士这个大雨 哇 这个地面已经淹了 天呐 哇操 冰雹啊 而且他们这个加油站是完全的自住的 刷卡什么的 完全没有人 我们买了一个40欧的那个贴纸 我们到瑞士的莱茵瀑布了 这个地方是买tickets的地方 我们要走那个线路一 线路一是能到那个瀑布中间的大石头上 很刺激 看我们是走的线路一黄线 黄线的话我们在这里 然后 可以在这走一圈走到这个石头上 然后这个线路二的票我们也是包括的 可以坐到对岸 然后再坐回来试一下 这是我的大礼包 这个是票 可以做两趟路线的 这个是发了一个眼镜布 然后这里送我一个雨衣 看一下这里是莱茵瀑布 在德国和瑞士边界上 欧洲最大的瀑布 哇太壮观了 旁边飘着瑞士国体 然后那边就是我们坐船的地方 我们等会要坐船从这里 然后到那个石头上 然后我们还能坐到对面 看我背后的就是莱茵瀑布 这里是在德国瑞士边境上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 好像是欧洲最大的瀑布 等会我们就坐船到那个瀑布中间的小岛上 小石头上 看那边的那个船要过来了 这个是莱茵瀑布的河 往上 超级壮观的莱茵瀑布 前边就是莱茵瀑布 我后边那个超级壮观的就是莱茵瀑布 等会我们就到这个石头上 我现在要去坐船了 然后这里是河 好的我穿上了 他送我的衣衣 防风防水非常好 后边是我们的船 这个它美国路线是不一样的 这个黄色的是一号线的船 然后旁边还有那种 蓝色的四号线 还有粉色的二号线 现在就 往莱茵瀑布那边开 在我们船右手边呢 就是莱茵瀑布 这个水流还是有的 波浪还是有的 像海的海浪一样 这边是我们码头过来的方向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船 看我们的 莱茵瀑布就在我们的后边 我们现在是 右侧对着瀑布迂回过去 我们现在无限接近这个瀑布了 看这个中间这个大石头上 有好多人在那等着坐船 我们就会停在那个石头上 看四号船过去了 四号船也过去了 这里水流变得越来越大了 这里水流变得越来越大了 看一下这个水流越来越大了 左右 左右都是瀑布 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石头 我们现在已经到莱茵瀑布跟前了 这个雨衣好丑 看我那边跟背后都是瀑布 好的 这是左边的瀑布 这是右边的瀑布 是我们中间的大石块 我们要登陆了 这个是站在石头上看左边的瀑布 站在中间石头上看左边的瀑布 这是我们来的时候的船 现在马上要走了 有人就是参观完石头之后坐着他回去 看一下 右边的这个瀑布这里 我们登上去会有更好的视角 看这个登上去的角度异常的陡峭 这颗雨衣真的好绑短 我完全不冷了 哇 这里瀑布超刺激的 只有几个人 我决定等他们拍完 所以我也拍个照片 我现在站在这个平台上 然后大家挤在这个平台上看莱茵瀑布 这个是右侧的瀑布 这个水流量太大了 对面那里也有人 莱茵瀑布 这是瑞士的莱茵瀑布 哇 我背后的就是莱茵瀑布 这个水流量超级超级大 这个水的声音 我觉得我都听不到自己说话了 瑞士的莱茵瀑布 我在瑞士的莱茵瀑布 这个还只是半个瀑布 这也还有一半 这个角度也可以看一看 我现在在莱茵瀑布 看一下我这是瀑布的一半 右半边 太帅了 这个水起的雾气整个 整个我以为镜头浮了 但其实是水的雾气 还有一个列车过来了 我现在要上到顶层了 没有人了刚才 非常非常的陡峭 这边是很滑啊 这边是很滑啊 看一下 哇 今天是可以登顶的 我下面是来一步步的来一车 哇塞 太壮观了 莱茵瀑布的上游 远处的拱桥 很漂亮 现在在莱茵瀑布中间 石头的顶部 看后面有颜色拱桥 这里能看到这个布局的上游 这个是我站在中间的石头上 对着右边的莱茵瀑布 右半部分的莱茵瀑布比左半部分的更壮烈 所以它那边是有一个观景台的 这里的水整个就是白色了 完全是白色了 看下面有一艘船过来了 这里是莱茵瀑布 那我背后的就是莱茵瀑布 这是欧洲最大的 我看这里 整个这个水流完全是白色了 我现在站在这个瀑布中间的这个石头上 背后这里的莱茵瀑布 水流超关系的 水流是白色的 这里是莱茵瀑布的左半边 右边是莱茵瀑布的右半边 左边是莱茵瀑布的左半边 直接流到了这个莱茵河这里 看那边那个船要过来了 我背后的就是莱茵瀑布的左半部分 左边没有右边水流那么大 但是左边有很多的小支流很漂亮 我背后的莱茵瀑布就是左半边 最后一段莱茵瀑布好的 最后一段莱茵瀑布的左半边 现在这边让你都没有人了 让我们从这个湖这边开始转过来 这边是莱茵瀑布的左段 中间是我们站的时候 那间是枯萎的莱茵瀑布的右段 现在组织下来下来 船要过来了 我们要两个月船 我看见他 我看是一样 我背后就是莱茵瀑布 船长专门开到瀑布里面冲刺了一下 戴上靠子 这个引擎太好用了 我们现在抽象的来一步 我们现在抽象的来一步 我们现在在利用瀑布转了一个180度 我们现在在利用瀑布转了一个180度 远离莱茵瀑布了 返航了我们从1号船换到2号船再去对岸 好的 我们要靠岸了 这个小妹妹好可爱 里面有个狗狗 坐在码头等一下2号船 我们在等2号的红色船 能把我们再到对面 然后爬到那个瀑布的最右船 看我们的红顶船变秒变敞篷船 我妈呀太温馨了 狗狗翘首已盘 开始爬山 哎呀 爬到那个顶上看一眼瀑布就走了 哇塞 再来阴瀑布的最右侧 太壮观了这里 眼睛已经看不过来这个水了 看一下这个莱茵瀑布 右手边是莱茵瀑布的最右侧 我这边是莱茵瀑布的最右侧 这边是莱茵瀑布的最右侧的观景台 看一下这个水流量 这个水我反正是看不清楚 看的话会头晕 这边是这样子 冰尔本汽� 每次沙 aloud 背后去莱茵瀑布最灯 konkret的 drugs 背后去莱茵瀑布最灯河北 那边 我姓马银 Don't focus on him 马银行 бол 和云人 移动 日本 伊 来一步步最穿级的部分 我现在站在来一步步最穿级的部分 看一下 最后是来一步步 太顺利了 太下雨 这里有个山洞 现在上了一层 有看到它的狗狗 看一下 这里是离瀑布更近的 甚至手感觉再深点可以浮到那个水 这里整个是湿掉的 看到吗 刚才我们站的那块石头 刚才我们就在那边 刚才我们就在这个对面的石头上 太酷了吧 刚才我们就位在位于这个 刚才我们就位于这个瀑布中心的石头上 看这个是哪一层 那这个是哪一层 那这个是波波啊 什么是波波啊 背后呢就是莱茵瀑布中间的那个大石头 看一下刚才我们就在那个石头上 刚才我们就纵纯到了那个石头上 背后是莱茵瀑布的那个大石头 然后这里都是莱茵瀑布 然后这里是莱茵 坐着小红船从这里走了 刚才那边是一层两层 可以上两层